這怎麼會有這麼浮屠的父親呢 在嘉義市的父親呢 他凌晨去買宵夜 把四個月大的嬰兒鎖在車內 附近鄰居還是聽到嬰兒的哭聲 才趕快報警 向狀況連線記者許崇文 好 直播通過後面可以看到 監視器這裡就是嘉義市的垂陽路 垂陽路口停著一輛的轎車 警方呢是匆匆忙忙的赶到了現場 原來轎車裡頭有一名四個月大的男嬰 因為附近居民呢 他們剛好聽到男嬰在車子裡頭哭泣 趕緊報警 警方來到了現場的時候才發現 奇怪怎麼車上呢 沒有人就只有一名男嬰 他們很緊張就發現車上有一個 十公分的空氣 因此呢原警就趕緊用手 在空氣內呢把那個窗戶咬下來 順利的把嬰兒抱出來 這時候呢才看到 這一個小男嬰的父親 匆匆忙忙跑過來 他跟警方表示呢 因為在凌晨的時候半夜肚子餓 想要出去買宵夜 想說小孩子睡著了 就讓他在車上睡 哪知道才過了十多分鐘 竟然小孩子已經醒過來了 不過呢警方是看到了這個糊塗的父親 當場是把他教訓了一頓 希望這個糊塗的父親以後不要再把自己的小孩子留在車上 因為這樣是非常危險的 以上是這裏 好可以看到嘉義士怎麼會有這麼糊塗的父親呢 去買宵夜帶著孩子出去沒想到呢 這離開車子的時候卻把嬰兒鎖在車內 還是鄰居聽到嬰兒的哭聲才趕快報警 這是我們得到的最新的消息